今天今天的政治新闻 郭冠英虽然已经被新闻局免职 但是他引发的争议仍然是余波荡漾 民进党立委要求马英九总统 跟行政院长刘兆玄都应该要道歉 新闻局长也要下台负责 而刘兆玄则在立法院发表声明 谴责郭冠英的言行 但是他希望各界不要健烈欣喜 扩大伤口 另外马英九总统也首度 针对郭冠英事件发表谈话 他认为郭冠英发表了 挑动族群对立的不当言论 不能够拿言论自由当作保护伞 就在刘兆玄面前摆了这么一大幅 给台湾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承诺 民进党立委管毕林 持续紧咬郭冠英怒台的言论 双方言辞交锋 你明明知道他就是范兰青 如果他敌死不承认 是不是到今天还不能处理 如果他昨天没有承认 是不是到今天还不能处理 院长很简单 你也不要把这件事情一直来污蔑 没有污蔑 刘兆玄力挺下属认为新闻局的处置可以接受 也承诺行政院将推动族群平等法立法 依照已经提出了草案发表歧视性的言辞 可以处罚罚还金甚至判刑 对于郭冠英事件 马总统也在接见军眷子弟的时候表示 这是挑动族群对立不当的言论 郭冠英身为公务人员欺瞒长官 言辞反复的确不试认 马总统表示 解决族群问题只有靠爱和宽容 如果有人推动族群 伤害人民感情 这种言论自由不应该被容许 任何人都不能拿言论自由当作不当行为的保护伞 否则这社会将会没有是非 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补选 在星期六就要投票 而在选前倒数四天 国民党候选人蒋乃馨打出了抢救牌 他呼吁泛蓝选民不要分裂 这项动作很明显就是冲着新党候选人姚立民而来 另外民进党候选人周博雅 也密切观察后续发展 他认为气宝效应将对选情有关键性的影响 公党蒋乃馨要让选民328记得投票 而最新的文宣更打出了气宝牌 呼吁蓝军选民不要分裂 还强调蒋乃馨才是郑蓝军 挑起蓝军选民的危机意识 文宣中更打出大大的问号 指引候选人是红党的背景 又是新党推荐 显然是冲着姚立民而来 郑蓝这个概念事实上 就是抢票的一个概念 今天这个文宣应该是 所谓超级比一比的文宣 也是希望说真正鼓励 范蓝支持选民出来投给蒋乃馨 蒋乃馨操作气宝效应的企图明显 姚立民则按照自己的选战步伐 走访基层败票 而且只用这样的招数已经用老了 那单区选民根本不会因的这个原因而不投票 或者来做气宝的这个投票行为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笃定 这样的文宣只会有反效果 很民党周伯亚则是请来客家级的叶举兰助选 一同站上车队扫接败票 全力抢攻赴女票 至于蓝军气宝是否冲击选情 周伯亚表示已经密切掌握中 范蓝整合对我们就比较不利 范蓝整合他的力量更强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支持者一定要更加团结 选战紧绷的时刻 候选人各自盘算选战策略 希望图尾赢得选举 借着云贤吴家宝台北报道